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力邀成功人士分享人生感悟 与您一同成长在路上 他曾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 担任过好书主编并创办了杂志书评周刊 我们过去所谓做的文学评论也好 文化传播也好 其实根本没有影响到应该影响 他曾仅用四年的时间 从互联网行业的一个小兵 成为了电子商务方面的专家 从一个小职员变成了卓越网的副总裁 当用物把你的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 这就是品牌的力量 他创办的凡客成品 不但被视为电子商务行业的一个创新 更被传统服装业称为奇迹 他就是凡客成品创始人 董事长陈年 本期节目陈年与您一同分享 如何在不懂的行业中创业 陈年 我看你发起的战役非常之大 速度调得非常的快 可是有一个问题 你知道互联网 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这样一个时代 比如说忽然出现了 不肯逆转的这样一个危机 所以你连盈利都还没有 这个东西你就白弄了 应该不会 在我过去的十几年里面 已经有三四次 就是非常绝望的那个时间点了 那我们现在就讲讲那个绝望的时候 第一次是哪一次 第一次当然是2003年 卓越网没有钱 公司非常小 公司为每天能不能做一二十万而难受 然后公司账上只有那么点钱 然后人供应商天天排队坐到你的门口说 给我们结账吧 那你怎么办呢 这是非常艰难的时刻 你怎么办的 我就天天耍赖啊 而且胡说啊 说你如果要是非今天要钱的话 把你东西全下架 以后你别想着周园网卖了 那人掂量一下 你觉得算了 反正还有个新华书店 一年都不结账的 对吧 成天六个月不给我结账 也就认了 这也可以少少赖的 有的时候 那你没办法呀 因为你如果把这个账付了 你把这个钱付了 你就连发工资的钱都没来 有没有欠过人家的工资呢 没欠过工资 从来没有 你那个困境是怎么度过的 就是因为我把它卖出去了度过了 是啊 2004年 亚马逊来收购我们的时候 你知道大家焦虑成什么吗 大家生怕自己的一举一动冒犯结人 就哪怕吃饭的时候说话 是不是说错了 其实这不是扯淡吗 你在饭桌上说错话了 这个公司就不买你了 这不是很可笑的判断吗 你们非常怕失去了这样一个卖给人家的机会 对啊 对啊 不但我怕 我股东最怕 因为股东拿了钱更多嘛 最后就是因为能够卖出去把你给救了 对啊 不但把我给救了 把整个中国的B2C救了 如果在那个时间点上 周园网 单单网都死了 中国B2C得等很多年之后 才有人重新捡起来这个事做 也许这个就断片了 我有时候还挺得意的 我说我做了一个贡献 就是让中国B2C没断片 你们当时是7500万美金卖给他们 这个定价是人家定出来的吧 那是 基本上我们那时候是没有定价权的 有有有 我们还是在这上面加了点净的 我后来做了一个贡献 是在滴滴的过程中 我的任务就是保住7000万美金 争取提到7500万美金 你用哪一点东西提高了500万美金 实际上我们做的业绩挺好的 这个7000万美金没道理 我们至少当时这一年也做了七八千万了 也值那个钱了 因为我想买了卓越网之后 我们在这么强大的亚马逊的支持下 我们可以做得更大 我的可怜的几个股东退出了 我们团队的空间会更大 但是结果一卖完了 你就发现亚马逊这帮人 实在是傻得高呛 傻在哪 傻在就是 他们就是傀儡 来中国的这些人就是傀儡 老板说 挺走步的 你就动 老板说不动 他就天天在那坐着 比如说来意大利人 这意大利人的级别倒是挺高的 SVP 全球SVP 我当时算了一下 他应该排在贝佐斯后面两位吧 就是排在第四位 我觉得这个人怎么也得说了算 也说了不算 说了不算 他转了一圈 跟我在那儿讨论半天 我说那你说这 05年代就怎么做吧 他说你就 你就先做预算吧 我说你不告诉我怎么做 我怎么做预算呢 那我就按我的想法做 他也不知可否 然后他回美国了 因为他的主要的责任 还是在北美 所以这时候呢 他又委托那个日本人 还找我聊 就是跟我一起来商量 怎么来做预算 这一日我才知道日本人 是多么看不起中国人 当然来跟我聊天的是他们的头了 是他们的CEO了 他们没CEO 他们就CEO 但是那CEO那主要的活也在日本 所以他就派了他一经理来 哇那经理要的 这一小孩 我说你是全能吗 你又不是CEO 你管的就是一个库房里的 某一个环节 你为什么来到中国 可以对我们桌月网 所有的环节指手画脚 还特别转 他有没有具体的一些表现 那具体表现也没法说了 没法说 就是你 你实时能够感受到这种东西 那这个东西完全没 可你的性格是没办法容的了 对啊 对啊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开始爱国了 因为所谓的友好 所谓的先进 都是相对的 我当时跟大家说过 也道理 我说强势文化 没有平等 你回想一下 中国跨国公司的历史 这几年才开始慢慢地用 本地人做总裁 以前用的都是什么人 老魏 对 顺序这样 美国人先用欧洲人 后来用香港人 后来用台湾人 日本人一直用日本人 直到今天 那这就说明了一个 文化强势的层级 所以你在这地儿 没法待了吗 对 那肯定没法待了 我觉得那个太过分了 你待着你就是羞辱 所以你这个文化 必须强势 你作为这个文化的一分子 你才会有尊严 我们再说第二次危机 第二次危机 那肯定就是 2006年 我写完书 回来 发现我们 我有网 啥没有 也没有任何进展 然后投资人都很生气 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都不知道跟投资人 怎么说话了 其实你只能干这么件事 尤其是创业 非常艰难的 初始阶段的时候 你必须非常专注的 因为你是承担者 全公司没有别人 能承担你那个责任的 所以同时干了好几件事 那肯定就不专注 这时候等于你做的一个事 基本上失败了 只是说 承不承认失败的问题 这时候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前面可能是对我能力的 一个考验 这时候对我人生观的 一个考验 那个网友网 到底是干嘛的 游戏道具 游戏交易 就是游戏运营商 对 你也没有下决心做 开始我们还觉得 那个模式挺好的 但是后来 大家游戏都免费了 我想做的事情 那个各个运营商 自己都做了 从客观上来说 其实没有运营空间了 最后就承认自己失败 这个war怎么过来的 哎呀 我决定做Wanko 是07年的5月 然后这个投资人呢 说陈年 说我也网 千万别挂 挂了 挂了你就失败了 你就是把他扔在那 让两三个小孩看着他 然后你再做这个 办考 我说咱们公司总共 我们当时 创业团队 加上几个小孩 就十几个人 那如果我还要拿出 两三个小孩去看着他 我也网的话 我觉得太可惜了 就觉得花这个钱 太不应该了 然后他们还得平时 还得老得跑来跟你汇报 对吧 所以我当时想了一下 说 哎 这个事呢 说我失败呢 那不就是我自己的事吗 那我自己失败了就失败了吗 那至于说 别人怎么说我也无所谓 我说这个事呢 其实就是一个虚荣性 其实你本来就失败了 你还愣是拿那一个假的东西 在那支着 假装自己没有失败 所以我就这么想通了 而且挺耗精力的 那就不太关了 算了 房客特别争气 就真的是从一天 卖几百块钱来 就十几件衣服嘛 到第三次融资结束的时候 一天要卖掉 一两百万了 我有往事作败了 然后你再做房客 那这时候投资人 为什么要把钱给你呢 你刚刚失败了呀 所以他们说 他们准备看我出敌反贪 因为大家可能觉得 至少成年在做一件 和过去有关联的事情 就是做B2C嘛 做电子商务嘛 只是说呢 这个怎么卖衣服 这个事成年不知道 而且最初的投资也很少 低比投资也就两百万钱 对投资者来说 不是什么压力 对 这个钱我觉得 他们就是准备扔的 就是赌我一下 能不能触底反弹 如果不能弹 他们就扔了 我觉得大家 当时的心态 肯定都特别放松 但是后来我们因为 真的非常快地发布 然后非常快地找到了新的模式 所以接着第二轮和第三轮的融资 就迅速地到了 所以这才是决定性的两次融资 是你去找的他们 还是他们主动找上你的 需要说服他们 一开始我要说服 一开始我要说服 比如说你要干什么 这个事情接下来是怎么的一个变化 但是好在湾口特别争气 就真的是从一天卖几百块钱 就十几件衣服 到第三次融资结束的时候 一天要卖掉一两百万了 所以它整个数字在背后支撑得也特别好 那时候也非常贵了 就一亿美金来 但是那时候还比较晕 就这个事能干成什么样啊 不知道 所以这时候你必须去说服 你自己不知道你怎么说服呢 那就用数字啊 数字说话嘛 你看我们这增长非常快 所以这个也是给大家的一个高的期待吧 你把公司当时做成 市值一个亿美金 虽然你的数字很高 你是哪一点打动他们说 我的公司就值这么多 除了数字 因为这个数字啊 它所预示的未来 它并不是那么确定的 对 我觉得我打动他们说了一件事 我说2003年的时候 你们知道周园网当时手里有多少钱吗 我问了他们这么一个问题 他说不知道 你告诉我 我说当时我们只有三百万的现金 而我们公司的员工的工资 差不多有六七十万 然后这个企业还在亏损 我用这三百万现金 扛了周园网一年 就这个人太能扛了 我觉得第三次融资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后来我就不用说服了 你切入的时候 你要找一个很好的 方案 如果我一向来说 我要做互联网快速一下 这个事儿还就歇了 你开始选的时候 用互联网的方式 为什么选的是服装呢 你选别的也是一样的 这个咱们得讲一个非常实际的事儿 当时有一个公司叫PPG 上海的 用电话卖衬衫 我们切入的时候 说我们学习PPG 这个事儿就 就资本家能听懂 然后它也有一个比价系统 因为PPG已经融了好几轮子了 这个事儿得非常实际的来说 就是你切入的时候 你要找一个很好的 这个对比的 方案 如果我一向来说 我要做互联网快速一下 这个事儿还就歇了 没人听得懂 对 我说三年以后 我要卖丝袜 我要卖帆布鞋 我要卖卫衣 我要卖羽绒服 大家都崩溃了 肯定觉得陈年峰了 但是你说 你要做中国的PPG 对 都听得懂 我说我要做第二 大家都听懂了 然后第二轮融资的时候 我说我要超过它 大家又听懂了 第三轮的时候 我说我肯定超过它了 可是你是不懂服装的 你起码要稍微懂一懂吧 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这个呢 我还记得我就拿我的衬衫 我说我这衬衫还挺贵的 那间衬衫买的时候 是两千三万块钱 然后我就说你们不太减了 告诉我这个面料是多少钱 做工是多少钱 他们就拿着我这间衬衫 就去找工厂了 多少钱实际成分 我没法告诉你真的多少钱 不贵 几十块钱吧 几十块钱 卖两千三 这中间的渠道得占了多少 而且这个利润该有多高 对 这是你让你痛下决心 要做这个事情的 对啊 这个事你就想通了嘛 互联网可以剪掉所有的渠道上 对啊 而且我知道中国江浙一带 珠三角一带 好的供应商一抓一大把 我不用懂怎么做服装 他们懂得行 跟供应商谈也是你去谈的 后来就不是了 后来就是越来越专业的人士 加入我们公司 你像我们去年做了三千万件衣服 这在中国传统品牌里面 也是很大的品牌了 那肯定都是非常好的 这个ODM团队的同事在做 不是我 我不需要做这个项目 而且当你的量越大 会有越多专业的人士 来进入这个领域 来帮你做 你也有设计师 我不需要设计师 开始我也有设计师 后来我发现 设计师就是上一个时代的厂务 你知道三软的设计师是谁吗 你不知道 不知道 你知道一软的设计师是谁吗 不知道 你不知道对吧 但ROA你知道对吧 是他那个家族 所以那就是上一个时代的扯单的东西 你为什么不需要设计师 你觉得全国人民都需要传哪样 全世界的设计师都在为你服务 你知道有多少西班牙设计师在为我服务吗 两三百个 在西班牙 在北京 在上海 你知道有多少日本设计师为我服务吗 可能有一千个 你聘他们就好了 我不用聘他们 他们自己成立小公司 天天给湾口做提案 现在有时候你到我们公司去的时候 莫名其妙的 就各种面孔都有 一看就是设计师 就来做提案的 我们最先走出这一步是 一个完整的ZARA设计师团队 他们跟我们接触 说反馈生命接不接受他们这种方式 我们说我们当然接受 他们就跟我们做东西 越做越多越做越多 像我们发布学能有那么多款 我们哪能画出来 我们根本做不出来 就是一个庞大的西班牙的设计师团队 就交给我们服务 贵吗 不贵 不贵 挺好 很合算